台中有一名视障的按摩师 日前和同事下班之后 一起去海产店喝酒吃饭 到深夜竟然骑着机车 带着另外一名全忙的按摩师 返回公司休息 结果撞到了路边的自小客车摔车了 远景到场主理 发现这位骑着的按摩师 不仅是视力不好 根本也是五招驾驶 蔡新按摩师日前在凌晨三点 骑着机车带着另一名全忙的书信同事 准备回到公司宿舍 由于有喝酒蔡新按摩师 还小心翼翼的缓慢前进 不过还是不小心擦装到 停在路边的自小客车 而两人也摔伤并且送医治疗 当远景坐笔录时 蔡新按摩师拿出身心障碍手册 表明自己是重度视障人士 让远景哭笑不得 他是我可以骑车的部分 我们线条处理的时候 没有办法了解 因为他的视障到什么程度 要由医院他们判定 远景调查后才发现 蔡新按摩师 并没有驾照 不过据他的同事说 他车骑得还不错 他就每个人骑着 并闻并闻 不知道他有感 可能硬当时 车放在那儿暗暗 坐转角他没注意 中路视障 带着全忙的按摩师 骑乘机车 除了无照驾驶外 还喝了酒 当按摩师拿出证明时 远景还以为 他是冒名顶替 等动清楚 他是带着全忙的朋友 这才明白 蔡新按摩师 无照驾驶 仍将吃上公共危险的罪嫌 和我们记得 不过都能够 转目 转目 给了证明时 子 谢谢大家